怪不得前小四要六下江南了 一条视频苏州连池带牌 从早餐到午餐到下午茶到晚餐到夜宵 狠狠爽吃 把包到高铁上还要吃吃吃 一起看看吧 来苏州怎么能够穿旗袍呢 这家均价一百多两百 店子不大塞满了琳琅满目的旗袍 虽然是敞货 但是阿姨可以现场给改腰身 这点就比网够强多了 这看着有点上海 这个好像有点绍兴 那是这个好看啊 蝴蝶 最终买了这件一百九十 大家觉得咋样 真正的夜宇将来 早餐来新正园 就着烟雨尝尝生煎和纸皮烧卖 两个鲜黄的 两个大虾的 连着脆壳咬一小口 吸入饱满浓郁的汤汁 金灿灿的血黄混合着弹牙的虾肉 被脆脆的外壳包裹着 一口下去汤鲜味美 口感丰富 苏州修的不是神仙的鲜 是鲜美的鲜 再来敞口大虾的 这是包了支水枪在里面吧 要不是为了给你们看 我真的有点舍不得死 吃了一半还有这么多虾肉 当真是爽极了 花掉最虾 虾毛 啥也不说了 自行感受吧 哦 那里面嫩 精甜的 有盘子的味道 虾肉也是又大又弹 仿佛还有一些薄荷的感觉 咸蛋黄芝士纸皮烧卖 大个咸蛋黄根本吃不够 真的跟吃一样饱 可能是我一口太大了 没尝到芝士 但是咸咸的糯米馅料 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他家景色很棒 吃完拍照也很出片 我有点矮 对不起这颗鸡胃了 早餐还可以试试泡泡馄饨 真的是个泡泡 强烈建议加两颗鲜肉汤圆 三块钱一颗 个头很大 一口咬下去满满的肉汁 肉馅是咸甜口 汤圆皮贼一糯 馄饨基本没有什么肉 一颗颗的泡泡在嘴里爆开 馄饨汤像在吃什么鲜汤水球一样 对于北方人来说 真的很奇妙 中午就吃本地人超爱的奥造面 焦套我推荐鲍鱼焖肉和爆扇大牌 油爆过的扇鱼又酥又韧 越嚼越香 面条是细细软软软的 汤底是甜咸口且甜味很明显 部分北方人可能吃不来 来 喝一口大牌 这大牌贼厚实吃起来很少 这个是我小伙伴的 我多多尝一口 这个是焖肉 看起来是不是很肥 但是非常烂 完全是在入口里边 我再给你买一个的话 可以断加的 这不贴 这个我就真的肯一口 因为我不是很爱吃鱼 然后这个是鲍鱼 这鱼也很好吃 我再给你买一个 这个鱼是假肉 出了个酸酵的 但是这很多要小心 我爱吃甜咸口面条的人 偷偷了很多 我要开始加辣椒了 喝辣椒不等它油油香香的那一种 但是你看它一碗很大 就是进口就没有了一点油干粗 甜口可以吃不惯 这次咸香的面团大牌 绝对不容错过 面团的大牌裹上蛋液和面糊 先不说味道 这个油锅是真的很清澈 还要了一根炸年糕 蜜质小酱料 有点果酱的感觉 年糕还挺臭的 它火候很轻 不是把年糕的表面炸脆 而是把这个面糊炸脆 里边还是会赶赶最多的 面团大牌 真的挺大的 就跟我的头比一下 好吃 大牌的肉薄薄的 这些这一块腌的 特别到位 咸咸的 胡椒头重一点 主打一个皮策 大牌又很嫩 这里就要吃肉的水 不然肥皮那么潮 很快就塌掉了 下午茶来到了双塔市集 先吃一个蟹克黄 我就买了一个 尝尝好不好吃 超级超级酥 然后还吃肉肉了 但是它好干 要把这里所有的水分吸干 酒酿鸡头鸡 这是我第一次吃鸡头鸡 我以为它会是糯的 让它实际上 它有黑哦 然后小小鱼柜圆圆的 口感像要动的鞋的 动动的眼子 后出来做了鸡头鸡 但是它有点甜 芋泥麻酥小原子 哇 哇 奶味好浓啊 嗯 极致浓潮极致拉丝 满满的日迷香跟奶香 我喜欢这个 这个是海棠糕吗 对的 要一个海棠糕 好的 它为什么叫海棠糕啊 它是个自信有它的类似在里面 嗯 海棠糕 外面一层脆脆壳里面 软软糯糯 这边是豆沙馅的 但要小心被攻击 哦 我的天啊 还要了一朵梅花糕 这样子再几下 可能放了一会儿了很干吧 这一般 没有之前在街边随便买的好吃 来苏州怎么能不买糕团呢 这个是什么呀 饭炸汗 要一个这个 来感受一下这玩意多皮油弹 绿色的部分是薄荷味的 中间还有核桃仁和松子 羊糕就是咋吃都不腻 咋吃咋好玩 刚才那个叫薄荷夹糕 这个叫薄荷糕 好像一块地团哦 我再回去整一下 然后咸口的这个十字毛环 糊米团子包裹着大大的肉圆 肉圆是甜咸口的 咸猪油糕 听起来有点蘑菇哦 做的也像一块五花肉 咸咸油油糯糯的很奇妙的味道 老酒却要口 据说煎一下会更香 可能是因为冷了的缘故它有些 咸油糕的绿色 咸油糕是变得挺稠采杀的 雪糕的防茂 在溶菇里面 还有一颗减茶 咸油糕的尾巴 遮瑕汁 散步 等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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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旧旧的菜单 我就知道我来对地方了 这应该是必点的一道菜吧 jest 很好入口 酸酸甜甜的 外脆鲤软 鱼肉超嫩 一口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我感觉吃的特别有乐趣 正在果圆采摘一样 4分钟半条鱼就被我摘完了 标养排条 大排肉切条炸的香香的 酥脆可口 肉感超级扎实 有菜饭也很好吃啊 这个是棒肉金花菜 汤汁超级鲜有蟹黄味 棒肉QQ的超级有弹性 江南人怎么这么会做青菜啊 来一条米菜 一根排条 再来一点青菜 再来个鱼 这是每一座的城市 开了好几十年那种饭店都是有原因的 我不作为北方人 我只作为我自己我非常吃得乖 一小视频将义买的苏鱼 我没想买 但是他家排队人实在太多 我得好奇 我尝一尝 它是20块钱一片 热卤的超级超级 这就这么好 两个我不选拟了 第一次吃甜口的卤味了 比起还鸭鸭酒味之类的 还要更软断一点 但是该Q弹的地方也很Q弹 上高铁前买了古早万丹 这个芋泥奶冻超级喜欢超级好吃 但是我更加推荐流心蛋黄的 啥也不说 这也不说 就是新品 希望赶紧开到北京 万侠好美送给你